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辛苦 是 跟朕同样姓刘 你的祖先是什么地方人呢 祖先是中山晋王 刘胜邪统之刘洪 我就是刘洪之子 刘备 中山晋王的后裔 那就是跟朕同一族的人了 石总长 立刻替朕把族谱给拿来 是 汉之锦帝生十四子 第七子是中山晋王刘胜 称为陆成廷侯 并生刘真 真生佩侯刘昂 刘勇 还有刘洪 红为当官 刘备为刘洪之子 没错 刘备是锦帝第七子后裔 皇后 朕的族人出现了 对 他是皇上的叔父呢 对 不知此事啊 玄德 你与朕是叔父与外甥的关系 真像做梦一样 惶恐之志啊 朕觉得可以依靠 丞相 朕想封玄德为左将军 移成廷侯 你认为如何 下官认为 当然可以 玄德 希望你以后要尽力地帮助朕 能够替皇上效力 玄德觉得非常的荣幸啊 皇后 朕想庆祝一番 招待玄德叔叔办个酒宴怎么样呢 嗯 这样很好 立刻准备酒宴 丞相 照这样下去可以吗 被承认为皇帝叔叔的玄德的立场 会比丞相还要有力的 在宴会上皇帝口口声声地称为叔叔 玄德在许昌是在我的掌握之中 你们不必怕什么 有我在 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丞相是要带皇帝号领天下的人啊 承越 不要胡扯 朝廷里还有很多忠贞之事 不像你说的那样 是 但是还是不能大意啊 我看邀请皇帝出去狩猎怎么样 以狩猎为借口 好试探一下众臣的忠贞心如何 好构想啊 好极了 安排一切的事业 是 在许田猎场开始雄装的狩猎 曹操亲自与皇帝并排在一起 并且让忠贞武将护卫身边 二哥 真是了不起 你看皇帝那个弓箭金光闪闪的呀 三弟 你说话小心一点 大哥会蒙羞的 玄德 射他 是 太漂亮了 好猎物 好猎物 长相 去看一看 是 亲家的 皇帝射中了 皇帝射中了 你们各位先别急 摄政路的是曹操我 不愧是曹操大人 这一件果然很漂亮 这也是皇帝威严所赐 下一个猎物赶快 太可恶了 怎么把皇帝的弓箭给带走了呢 真是不能原谅 曹操所作所为 是臣下不应该有的事情 本想要杀掉他除害的 大哥 你为什么要阻挡我呢 关羽 如果你杀掉了曹操 我们三个人会被曹操的武将给杀掉的 你懂吗 不 到时候我们也不会输给他们的 在仲臣的面前 夸耀自己比皇帝强的曹操这种傲慢 我简直是无法视而不睹 你的心情我很了解 可是到那个时候就变成战斗了 说不定会连累皇帝呢 这样的话 罪过的是我们 你知不知道关羽 对不起 这都是我的父亲 你的行动没有被别人察觉到 这是不幸中的幸运 只是想到皇帝当时的心情 我觉得他实在太可怜了 无法忍受曹操这种暴行 发命令召集忠臣车级将军董成 决心要除掉曹操 可是这件事在天下 引起了很大的波涛 臣董成奉召拜叶皇上 董成来得好来得好 朕曾经跟皇后谈到过你 你是真正的忠臣 在脱离长安的时候 你曾经救过朕 臣惶恐 这是维臣应该做的事情 这里祭祀的都是朕的祖先 从汉高祖起二十四代皇帝 高祖皇帝刘邦 在寺上亭长起 身带着三尺剑 历经多次战役 创造大汉四百年历史 有这样伟大的祖先 朕未免太懦弱了 如今只是曹操操作的木偶而已 这些臣都可以想象得到 董成如果能效劳 这是董成的无上荣幸 说得好 以后就请你要为朕效劳 这是朕的衣装跟腰带领受吗 为臣多谢皇上的恩赐 董成 仔细看看这些衣物 知道了吗 是 臣知道 皇上的行动并不寻常啊 在这玉带里是不是有什么玄机 董成大人 丞相 臣在 你是不是刚刚觐见完皇上正要回去呢 你手上拿着什么东西 这个 这是离开长安城的时候 与贼战斗 皇上赏赐的御衣 还有御带啊 没有其他的了 如今才为当时的事情获恩赐 是啊 微臣真是觉得无上的光荣 当然是这样了 拿给我看看怎么样 可是这 怎么了 不愿意啊 不不不 臣不敢 你看看怎么样 很合身吧 我看让给我算了 这怎么可以呢 这是我这是我的全家宝啊 不愿意 这里面是不是藏什么东西了 既然您这么说 那就送给您好了 开玩笑的 拿走别人的赏赐的话 传出去不好听的 这可是皇上的恩赐 好好收着吧 是 谢谢丞相 告辞了 只有曹操与其同党的人享受荣华富贵 朕也无可奈何他 想到祖先的伟业 朕只有气氛的落泪 天下正持危急之窮 董城 真是个忠贞之事 希望您能够纠合有志之事 诛杀曹操 再见朝廷为年 建安四年春天 发誓要暗杀曹操的志士 都是对汉帝国忠贞之武将 同志们在写出签名 发誓 绝不背叛 某一天 董城造访玄德 玄德大人 有一句话 我必须要问你 上一次在狩猎场 关羽曾经想拔刀 那是 是否想要刺杀曹操大人呢 希望您能够好好地回答我这个问题 董城是奉曹操之命而来的 我要看到他 等一下 好吧 那么我老实告诉你好了 关羽当时想拔刀 是对于曹操无法原谅的举动 而生气的 如果朝臣都像关羽这么忠心耿耿 那么天下就不会乱了 既然如此 你这个是写书 皇上传秘书给我 所以目击暗杀曹操的同志 宣德大人 请帮忙皇上 这是所有同志拜托你的 这件事我接受了 宣德大人 宣德大人 谢谢你 大哥 我很高兴 大哥 我也一直在等你这句话呢 大哥 可是你们要记住 这件事一定要谨慎 所以现在还不能轻举妄动 你们懂吗 是的 我们知道了 我会告诉所有的同志 要小心一点的 久违了 宣德大人 风文 你最近好像勤于田间的工作 是啊 想起从前 为了打发时间而做的 现在呢 则是因为不必花钱 对身体也好 以为你不贪什么 看不出来你如此的细心 要你来也没别的事情 想一起喝一杯 不必客气 请坐 好 谢谢 谢谢丞相 待会儿可能会下雨 不过在雨中喝酒 也是风雅的事 哦 那个云好像龙啊 对耶 哦 看起来好像龙 跟天一样啊 宣德大人 龙可是会变化的 你知道吗 哦 不 我不知道这件事 龙会变小变大 如果变小 可以藏在沼泽里 变大的时候 会吞云土雾 飞翔于天空 龙也可以比喻为天下的英雄 有道理 你对诸国事情非常的了解 如今被称为英雄人物是谁啊 能否告诉我 也许 是淮南的元树大人吧 元树我是田中白骨 将来我会抓紧 那么靖州留表呢 他只是依靠聪明的部下而已 无知孙策被称为小霸王 他应该是了吧 哼 虽然他常于用计谋 但是还是小人物 真正的英雄是心怀大志 山幽计谋 并且具备抓天下的本领 这种人物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吗 当然有 如今的天下有两位英雄 你跟曹操我 看来你怕天地之声没名声 对不起 让大人看到丑态了 我自小就害怕打雷声 所以 真的怕打雷声啊 武力快退下去 我要阻挡我 大哥 什么事情啊 你们太放肆了 关羽 张飞 我没叫你们来啊 我们是听说设了酒印 所以为了助兴而想舞剑的 对啊 我想跳豪杰舞呀 曹操大人 请原谅这两个老粗 对不起 算了 今天能够与玄德大人 快乐地喝上一杯 可以原谅他们 没事了 谢谢 把雷名声的大哥 那如期演的我真想亲眼看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想到田间的工作也是要欺骗曹操的 真是让人佩服 大事在眼前 应当小心被猜疑才是 也许 准备的差不多了 是该采取行动的时候 公孙瓒被华北的袁绍杀害之暴 是玄德金阳 曾经共生共死之同志的灭亡 虽然盛衰是武将之长 可是乱世无奇 这时候 玄德终于决心要离开曹操 玄德未称 为了组去南洋袁树与袁绍结盟 而向曹操提出对袁树讨伐之要求 得到曹操答应之后 玄德去觐见皇上 是吗 你说要离开许昌 是 玄德大人 离开季城的话 董臣大人会很失望的哟 玄德我发誓会服侍皇上 可是如果在此地 奸臣会张着大眼睛监视我的 所以我无法做任何事情 玄德打算像一只鸟一样 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 很好的决心 董臣大人一定会很高兴的 玄德 你要保重身体 是 我与皇上都会期待着再和您相逢的 是 以徐州为巨顶 而攻打袁树的计划 来欺骗曹操 并成功的领军五万的选择 如鸟飞离潮般的 开赴了徐州 那丞下 为什么要给玄德五万军呢 这跟放虎归山没有两样吗 什么 放虎归山 是啊 已经无法让他服从了 那您就上了玄德的当来 在田间工作 怕雷鸣生的玄德还能做什么 我才不放在心上 那是戒谋啊 并不是玄德的本性啊 如此看不起他的话 我认为 没有比玄德更可怕的人物了呀 那么 要讨伐袁少袁术 都是谎言咯 可能是去讨伐 但那并不是为了丞相而为啊 是为了他们玄德本身而为 原来是这样 玄德这小子居然敢欺骗我 等一等 好像是曹操派追兵来了 大哥 要不要干 等一下 你们跟我来 启禀将军 奉丞相之命 要你马上率军立刻启程回许昌 你辛苦了 可是 将在外 有时候是不必服从军命的 何况 皇上已经有了赤命 并且未有获得丞相的同意 才这么做的 所以 可是 丞相也有他的想法 我现在不必从听意见 你这就回去赴命吧 不然的话 你要在此一战也可以 你到底要怎么样 你自己考虑清楚好了 怎么样 就这样让他们走了 这样可以吗 可是 我们并没有奉命拿他的头 我们还是回去 曹操就这样的放虎归山了 希望有秩序与和平的黄金之火 将莫大企图怀在心中 向明天挑战 今晚的辉温 久不远 一天 明天 知青